字幕君 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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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市面上推出的電競滑鼠產品越來越多 Kuga 這次推出的700m電競滑鼠 不單以外形特別 還加入重量調節 掌托位置升降 窗後式線材固定等 無求打造與別不同和最適合遊戲玩家的滑鼠產品 KUGA 700M 電競滑鼠 是主體部分用的全類骨格設計 由中間滾輪的最前端一直伸移到象深位置 大大增加強度,大重量也維持在110g 裡面 堅固之餘的都非常輕巧 左右鍵都用了Armion D2 FC F7N 微動開關 點擊的感覺清脆明確 中間滾輪部分就加設了厚厚的防滑膠 在左鍵旁邊有一組微微傾斜的按鍵 KUGA 將它叫做一鍵射擊鍵 可以將它定義做連按的功能 在遊戲時候一按就可以進行兩個不同的動作 帽子的位置切一大片的防滑膠 用了大量六角形的圖案 提供防滑和防漢的效果 在上面小小的位置就是平常的上下頁切換鍵 至於底下就是一組銀色表面 人有紅色準星的一鍵追擊鍵 以45度傾斜設計加上帽子旁邊 在遊戲時候只要將帽子稍微向前推 就可以將DPI值臨時降低 在進行FPS遊戲時候就可以精準對向目標 KUGA 700M配備高達8200DPI的AVARGO A9800雷射頭 可以快速將鼠標移動到平滑的每一處 另外用家亦都可以利用中間的DPI切換鍵 切換做四個不同的DPI等級 KUGA 亦都增設了多個貼心實用的功能 掌托部分獨立安裝在雷骨架上面 還設有兩組不同尺寸的掌托可以提換 用家裝好掌托之後 利用底下的螺絲就可以將掌托升高或者降低 遷就不同手型的用家 不單止是這樣 在中間位置還加入了砲碼放置空間 可以加裝最多四組4.5g的砲碼 令到滑鼠的重量提升到接近130g 線材方面亦都可以加入窗口式設計 利用金屬模塊去調整線材 減低吹力時對線材施加的力度 還將開口放在偏左較高的位置 避免滑鼠移動時會跟桌面或者數字磨擦 至於燈光效果方面 KUGA 700M 似有1680 顏色的燈光效果 利用KUGA 的設定元件 可以修改燈光的顏色 除了單色之外 亦都可以設定做呼吸燈效果 除了修改滑鼠的發光模式之外 KUGA 設定元件亦都可以定義不同案件功能 它的具集指令還可以記錄座標方位移動 可以將鼠標移動的方向 距離和延遲時間等都一一記低 再透過具集重新演繹出來 有明星期間 有明星期間 召喚 有明星期間 終於不會想報 受限時、他可懵終了 引渡時,能落不明時 知名咳